台水拍打岸面激起超高浪花 梅花将以中台之资登陆浙江省 中国大陆中央气象局 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 浙江的中北部上海以及江苏等地 还会有大道暴雨出现 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特别是浙江的东北部局部地区 会有特大暴雨 梅花风强雨大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0公尺 除了多地停班停课 宁波原本规定每72小时 必须做的核酸检测也暂停 交通同样跟着停摆 铁路扩大列车停止范围 宁波 上海 杭州 南京 多座机场取消数百个航班 渡轮也停试 当局提高警戒疏散民众 为应对台风梅花 浙江省已经转移71.98万人 专家预估梅花将于晚间 在浙江嘉兴到上海浦东沿海地区 二次登陆 并警告由于登陆时间与天文大潮重合 潮位可能逼近历史记录 各地要严防海水倒灌 大海新闻 刘绝鱼编译 范图 和海操